我最年輕 我女兒八四 我住板橋 阿姨來這邊旁邊做一個活動 一出捷運站就遭婦人上前搭訕 完全不管對方有沒有時間停下來 還不斷自言自語 希望遇到有好心人 會借我一下下 我只是做個小互動 你是不是我不敢時間 不會啦 不會很久 你可以借我一下下 都已經明確表態拒絕 但對方持續糾纏 這樣的搭訕行為 似乎不是第一次 當天走到搭訕的女子 就是下班從石牌酒席上走出來 遇上自稱來做活動的婦人 也是因為一旁就有夜市 進出人潮眾多 比較容易找到搭訕目標 貨價一個199 可以幫忙支持我一個嗎 所以我們打擊看 就是捷運站的國家 類似案例在西門町 台北車站也出現 像是愛心比強迫推銷 深夜時間甚至還會有 麥芭樂的婆婆 因為捷運能到的地方 都帶來人潮 這也成為許多有心人士 鎖定的目標 尤其是這幾個捷運熱點 像是藍線 忠孝敦化 以及西門捷運站 紅線的台北車站 劍潭士林 時常都會有假星探酒店經濟等 用各種名義上前搭訕 捷運警察接獲通報 特定車站發生類似情勢 造成民眾困擾 他們也會加強巡邏 承諾加強守望 畢竟人超多 這會帶來亂象 誰也不想捷運站出入口 成了治安熱點 靜雄 顏凱去承聲音才有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